每队选出一名成员作为王并公开 双方队伍需通过争抢中线处雪球获得首轮进攻权 被雪球击中的成员直接淘汰 如果王被击中 则判定整支队伍失败 准备 加油 瑞哥 加油 瑞哥 非常好 快 你们击鼓传花呢 你在干什么 站没人 输 快好 你们去抢球 保护他 对 可以往前 可以往前 快 有 有 有 结束 绿队的王谁来 我 换了白队 雪则来王 好 预备 好 预备 好 打到我了 打到也还剩一个王 好 好 好 你 表情管理的 脸是这么用的吗 我感觉在欺负小朋友 真的 你们毕竟岁数在那儿 保佑 没错 这个游戏 我小时候就是在学校玩的很多 我是进攻的那一个 对 所以 所以我才会比较敢去接 敢去丢 真抢不过 他是挑雪佳人里面 迄今为止 我这么想到 逆期没有赢过的那一位 看来我还是适合单打独斗 对 来 我们俩庆祝一下吧 怎么还有庆祝动作 三二一 什么 就冰敦敦那个舞蹈 所以你们俩一个是冰敦敦 一个是雪蓉蓉吗 两个都是冰敦敦 对 我们一块来一个都可以 好 那一起吧 就是晃雪 这样 来三二一 耶 全园都晃 运动员开始比赛 好了 走了 加油 太轻了吧这也 好 可以 哈哈哈 下一队 好 来了 走 好 好 不错不错 漂亮 嗯 走了 哎呀不会 哎呀 好尴尬两个人 哎哎姐姐姐姐怎么上脚的姐姐 你看吧自己早餐 好好 帮我往前推了 人家往前了 走 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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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 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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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哇有有有有有 哈哈哎呀 哎呀使坏使坏使坏 绿队最后一棒 快 天呐这一脚 啊 哎呦哎呦 哇 啊你啊 你这屁股怎么办呦 我我在想你会不会留在第一棒 运动员和冰湖不要聊天了 哦 哦 怎么跨物种交流了你啊 哈哈 你已经摔地上了 因为我刚 你怎么还来两次啊你 肯定已经年许本命年了 哈哈哈 我要去医院 没有 只有一个啊 十分 好吧 耶 呀 呀 模拟短道速滑比赛的规则 周诚光老师将作为该项比赛的裁判进行发力 飘雪一家人 当听到裁判发出预备跑之后 争夺在终点处的小老虎的玩偶 未抢到玩偶的人将被淘汰 一家人们请就位我们准备比赛开始 天呐 我躺下就好难 侧柜屁股对准垫子 三二一 我倒 好 我 challeng 拯组 就位 准备 但是啥时候 你如果在此去 你能在排加油 你们以后就要洗 inflex 我觉得你是有人在排队 我是在排队 我只能到排队 我只能在排队 我只能在排队 有点我手 大家准备 准备 跑 天哪 我没有 第二局 加油 准备 跑 加油 稳住 你是完全直接半路来找我 都不努力直接过来了吗 我本来还想劈一下算了吧 离得太远了 南姐你可能有最后的赢家 说不定你是黑马 那黑是黑的 跑是跑得不快的 来 打准备 跑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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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姐来吧 南姐 有点难度了现在 好棒 我把你们三个踢出群 这个群里走过就四个人 你把我们三个踢出群就没人了 好 哥就位 预备 好 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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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 下一场的活动 好 就是关于雪橇的故事 好吧 好 来吧 可以 可以 成功表入一笔掉一来 可以 脚抬高一点 侧翻 侧翻 4米6 走 这么厉害 走 14米55 这个是刚驾雪车 哎呀 驾雪车了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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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着把我送走了 平常你们的生活或者工作中 有没有是克服重重困难达到目的地的这种 我有 我有 我真的有 有一个特别难 工作的时候吗 真的是工作的时候 当时要去我家的一个 里面的一个军营 我要去那里面就是 就是当集训嘛 就像军员那种 就体验 他们有多么辛苦 当时过去的时候 就是开车真的是开 坐得差不多 真的很久 加上飞机 加起来差不多有二十多个小时 对 只是为了搭档那边去拍摄 只允许一个摄像 和一个 和你本人 佛罗PD 因为它里面会路过一些 就是国家 对 特殊的一些 机密的一些地方 我们听到狼嚎 狼嚎 真很吓人 大半夜的 我之前去过一次北极 但我不觉得难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过程 去北极要很周转 很周转 但是我觉得那个过程 是享受的 在船上就是经历了 得有个小十天 你这个太晕了 坐十天你不晕吗 开始晕 后面已经习惯了 但我觉得还挺享受的 因为有一个 那个目的地在 目的地很美 是吧 对 觉得很值得 对 那时候看到那个 真的是眼前的冰川 就在你眼前 然后北极熊 看到北极熊了 这把火炬 特别神 你看它的设计 意大利人 你就会想到 法拉利 你就会想到这些赛车 所以这把火炬 就是由最顶级的设计公司 宾尼法利纳公司设计的 所以它看起来 特别像一个流线型的 一个 怎么讲呢 既像赛车走过的那种 速度感 又是一个滑雪 滑过的一个痕迹 一个意象性的符号 对 所以其实每一届 火炬设计 其实都有它的特点 而且它是有这种图层的 所以你看到它整体 其实 这重量 这手感 这回我有 这重量 身体不好 还当时要火炬手 你拿起来 特别像冰球棍 真的 其实它也有一种 也有那种冰球棍的感觉 我现在这把火炬呢 刚才说了是八四年的 那我想知道 有没有知道八四年 这届冬奥会是在哪举办的 萨拉热窝 对 萨拉热窝是没问题 萨拉热窝是城市名 是英文 英文是什么 它的国家 因为Sanny是泰国人 所以他可能要听到英文 更容易知道 这个 现在 Sara Jev 是什么国家 现在这个城市也在 现在这个城市在 现在它是 波黑的首府 波斯梅了吧 现在没有了 它现在就是波黑的首都 在之前是 南联盟的一个城市 我问一个额外的问题 那当年在 萨拉热窝的那个火炬上面印的那个 应该是标志吗 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哇 您又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您有没有发现那个标志像什么 朝四个方向 像人和双手吗 四个方向拥抱这个所有的朋友 哦 所以它实际上 张开装闭 对 张开装闭 对 等于拥抱全世界的朋友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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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